勁波不止踢的球,還有49個顏色球 勁波綠合彩版加料 看片前記得點讚、分享、訂閱、按下旁邊的鐘仔 就甚麼片都不會錯過了 馬虎在5月12日突發宣布 把勢直騎士蘇少輝同波建士因為參與賭博活動 分別被即時釘牌10個月和12個月 消息非常震撼 有傳波建士當時投注了競進光輝2萬元 而蘇少輝被指是中介角色 根據馬會新聞稿表示 波建士在4月26日 企業初學馬房的18倍藍門競進光輝 有不明來歷的投注 波建士直接參與投注 而蘇少輝速成波建士投注 兩位都是違反了賽事規例第59、括弧3條 即是說騎士不可以對任何賽事 說與全日賽事有關的博彩種類作出投注或速成投注 或在一項投注中佔任何利益 看回那場谷草 總場次是612-38米 波建士旗競進光輝沿途跟守第二位 蘇少輝則旗鐵三角放頭 最終兩隻馬都雙雙落地 而那場最終由高東尼馬房的當年程 與天人合一包辦馬房Q 馬會新聞稿表示 鑑於蘇少輝和波建士認罪 過往亦沒有任何參與賭博的紀錄 所以分別判罰停牌10個月和12個月 馬會表明 言訊中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 波建士和蘇少輝在那場賽事中 曾有為助騎爭取最佳名次意外的任何其他意圖 今次的停牌亦都意味著兩個人 下季不可再獲馬會發牌 在香港的拆騎生涯告一段落 其實看回蘇少輝 他鬥志可嘉獲得神邊輝的稱號 又試過騎歡樂之光贏過香港盃 今季他回來香港作長期發展 暫時贏到45win 期間在陣上不斷打麻波被罰 直到5月12日前 他被罰停賽20日 累積罰款去到455,000元 但起碼騎發財先鋒贏過兩場三級賽 賺的錢都多過在英國多多聲 如今突然被釘10個月牌 日後真不知何去何從 至於波仔波件事在2019年第一次來香港客串 每年成績都平穩 今季憑好眼光贏一場三級賽 不過他在2021年4月17日 騎尾活人身犯過天條 被罰停賽9天 當然同今次比都是小毛見大毛 今次兩位巴西籍騎師被釘牌 連同馬雅騎賣5月17日後會離開香港 加上今季初同樣屬於巴西籍騎師莫雷拉走人不玩 意味巴西幫在香港馬圈正式瓦解 而他們兩位5月13日的助騎全部都需要逆配 字幕提供 競馬全面講澳通 蔡日版和排位版現時都會直送澳門 豪江的各大報攤都有發售 蔡日版在下面的便利店都有得賣 各位麥卡爾的朋友 可以一手掌握蔡日和各場排位 還有其他豐富的資訊 啦